各位喜歡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期愛德社 我是張家豪 目前在顧的頭顧為各位服務 固定在每天早上的9點 在運通財經台 為各位來做一個實戰的分享報告 各位在這一個禮拜 今天剛好是禮拜二 在過去的這一個禮拜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投資人 心裡面會有一種感覺就是 好像已經沒有行情了 像這個外資去過聖誕節了 他們要去跨年了 我們的台股 感覺量也極度的壓縮 昨天的成交量不到1200億 所以在這個時間 很多人都選擇說 我暫時先觀望好了 但是在剛才8點50分的時候 有一則消息出來 我先給各位看是哪一則消息 來各位這個是我們 9點Live的節目 9點Live的節目當中 好處就是 有一些比較即時的東西 可以馬上給各位看 在剛才8點50分的時候 OBJ排除了退出寬鬆 壓抑了日幣 各位OBJ是什麼 日本的央行 各位日本央行總裁 他在上個禮拜二的時候 在上個禮拜二決定 擴大其收益區間的波動 那時候造成了什麼事情 那時候造成了什麼事情 各位其實這個都是息息相關的 在上個禮拜二的時候 造成了波動 造成了什麼事情 各位這個就是上個禮拜二 禮拜二 三四五一二 今天禮拜二嘛 在上個禮拜二的這一天 1月20號那一天 台子期 從高點到低點 下殺超過300點 為什麼 因為日本央行 他就是干了剛才那件事情 他調整 他的一個國債的利率波動區間 那大家都覺得說 哇這個日幣 可能要開始 去做一個緊縮了 他們開始要去做一個緊縮了 所以在當天 從這個高點往下 直接灌殺了 超過300點 可是你會發現 當這根K棒出現之後 的一個禮拜 這是禮拜二嘛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禮拜一禮拜二 各位過去這一個禮拜當中 他是不是在這個區間裡面 去波動 一直到剛才那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各位如果說這個K棒的高點 能夠被克服 能夠被收服的話 各位那一個干擾就過去了 那個干擾就過去了 所以其實在這一段時間 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我乾脆就把股票都賣掉了 我選擇去過年好了 各位這也是一種選擇 但是我的看法是 在這個時間點 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說你懂得去把這些波動的風險 各位你看喔 這300點 跳上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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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我現在很不好意思 但你如果能夠把這些波動的風險 把它轉換成 這個合理的利潤的話 我覺得是現在我們可以去把握的一個東西 另外有一群觀眾朋友 反而是非常積極 他覺得說 哇這個壓回就是早買點 壓回就是早買點 各位壓回早買點這個是正確的 但是請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說你發現那一檔股票 壓回 但是它的股價卻跌破了人家的成本的時候 各位這個盡量先避開 這種的話比較容易跌 那你可以壓回去早買點的是什麼樣的股票 也就是說 它的股價本來是漲多了 但是 因為受到了 這個國際股市的干擾 它有做了一個壓回 但是它壓回並沒有去跌破這個成本防守區的時候 等到它重新再突破這攻擊點的時候 各位 這種壓回就是在細盤 這種會很容易漲 所以這兩個觀念 我希望說 我們有這個緣分 在每天早上9點 再跟各位來做一個實戰分享報告的時候 這個觀念能夠深深的 植入到各位的心目中 將來你在操作的時候 你比較容易去判斷 哪一種股票它壓回是可以早買點 但是如果它壓回 但是它實際上已經跌破了人家主力成本的時候 各位那個不是早買點 那個閃得越來越好 我相信 先把這樣子的觀念跟各位來去做一個分享 好 那我們回到了剛才提到的 怎麼樣把這些波動的風險 把它變成是合理的利潤 那我們目前用到的是MIS的主力動能 MIS的主力動能是什麼東西 來我給各位看 其實除了日本央行 它宣布了 它的國債的波動區間調整之外 另外 在美國 NASDAQ指數的部分 其實也是干擾的 我們過去這一個禮拜 特別是在電子股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現在手上 還有一些電子股 但是過去這一個禮拜其實真的很可憐 真的很可憐 因為你看著那些生技股 什麼其他的股票都飆上天了 甚至動不動就漲天板 但是手上的股票 電子股就是在那邊獨憔悴 各位其實這個跟誰有關係 這個跟NASDAQ有關係 那NASDAQ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來各位這個是我們現在在使用的 MIS的小NASDAQ起貨 這個是跟美國的NASDAQ指數連動最有關係的 那我們看到這個是我昨天 我今天下午 昨天下午要離開公司的時候 我印下來的 那他們昨天晚上是休市 所以這個是在聖誕節的晚上 在聖誕節的晚上 在聖誕節的晚上 他的位置剛好停留在一個蠻尷尬的位置 就是停留在這個主力成本區的下面 主力成本區的下面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他現在即時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來 各位 這個就是NASDAQ MIS 有沒有 他禮拜五是停留在這邊 那今天早上他重新開盤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衝上去了 有沒有衝上去了 所以各位如果你手上有電子股的 這些觀眾朋友 沙安霧躁 真的沙安霧躁 因為如果說這個NASDAQ指數 他真的整個扭轉過來 整個扭轉過來的話 各位其實我覺得你手上的一些電子股 如果他沒有跌破人家的成本區 主力的成本區的話 各位那個壓回反而是一個很好的加碼點 反而是一個很好的加碼點 好那我們再回到 我們台子期的部分 台子期的部分來各位 現在是上漲77點 上漲77點 那到底接下來 到底是漲還是跌 那如果說你去看這個當充的話 其實難度比較高 其實坦白講真的難度比較高一點 因為當充的話 他不見得要照現在的趨勢走 他可以漲多壓回 又自己在那裡洗來洗去嘛 可是如果說你把時間框架放大 放大到60分K的話 其實你可以規避掉大部分的洗盤 而且抓得到大部分波動的利潤 這個是MS 台子期 同樣這個MS期貨版的台子期 我們把它調到60分K 這個是昨天 昨天收完盤之後 昨天收完盤之後 不包含夜盤的部分 夜盤昨天晚上沒有太大的波動 因為美股沒有開盤 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他剛剛好來到了一個領界點 有沒有剛剛好來到了一個領界點 這個是在15號 15號那時候是不是彈下來 彈下來就結算掉了 那結算掉之後呢 20號 日本的央行 他去調整了 這個國債利率的一個波動區間 有壓回來 但是呢 是不是上去 那結果聖誕夜又壓回來 那到昨天 昨天沒有再破底 那昨天 可以的話導播這地方 請幫我們放大一下 到昨天有沒有發現 他剛好來到這個領界點的位置 剛好來到這個領界點的位置 如果說這個地方能夠給他 成功的突破上去的時候 各位 整個就扭轉過來了 整個就扭轉過來了 這個是我們目前 所看到的一個即時的現象 那其實我所用到的這些工具 都是跟MIS主力動能相關 跟MIS主力動能相關 那這個MIS主力動能 怎麼樣去做一個運用呢 各位我覺得 這個禮拜剛好是一個很好的 檢驗的時刻 也就是說 你過去這個禮拜 如果說你是操作股票的 除非你是去追那些 很強的那些生技股 去追那個題材面的 不然的話 如果說你是比較正規 比較正規 走基本面 或是走這個 他比較大小的 通常過去這個禮拜表現都不是很好 甚至快速的一個下秀 那如果說 可以用一口 來去做個避險的話 其實你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你會覺得比較輕鬆一點 會覺得比較輕鬆一點 那怎麼樣用一口單 去做個避險的操作呢 各位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在使用的一個方法 譬如說 你買股票 其實上漲賺多賺少而已 但是最大的風險是 萬一遇到像這種 萬一遇到像這種 一下子跌下去 各位 這是不是就是那時候 剛才給各位看到的 日本的央行也出來刷一下 他的成就 他的存在感 對不對 結果一口氣 滑下去600點 像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絕大多數的股票 其實表現都會壓力比較大 那如果說能夠用一口 來去做個避險的話 把這個本來你看起來很可怕的風險 把它規避掉的時候 其實你在操作股票上 你就會輕鬆很多 那問題是你看到這個下去的時候 你會說 如果要早就知道 我也在12月15號這個地方 來幫康台紙起來做避險 一口賺12萬呢 各位那問題是 你怎麼在那個當下 你能夠去判斷出來 而不是等到他跌了600點之後 才說哎呀好可惜 如果知道的話 在這地方去做個避險 各位 這個就是我們 為什麼會去用MS的一個東西 還記得嗎 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有沒有跟各位去強調 各位其實會跌 我們去判斷 大概九成以上的原因 都是因為 他跌破了阻力的成本區 跌破了阻力的攻擊點 這種股價一跌破的話 這個後面很容易跌 所以你注意看這個地方 注意看這個地方 一口老師 這個地方主力成本區裡頭 主力攻擊點裡頭 我看不見 對啊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投資人的一個 最困擾的就是這個地方 你不知道那兩個東西 所以你不知道這個地方要去放康 所以我們用MS主力動能 他多了兩個東西給我們 一個就是主力的防守區 上面還有一個主力防守區 這就是主力的成本位置 另外一個 主力的攻擊點 就是主力價格發動的位置 這個一旦跌破的時候 各位那個就是最單的時候 所以你再看 這個是一般的看盤軟體 其實你看過一波 你看不出一朵花 對不對 你用耳朵 怎麼一直跌一直跌 然後最後一口氣灌了600點下去 可是如果說 我們把它換成MS的畫面 各位其實這個圖跟剛才那個圖 只多了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這個不規則形狀的 不規則形狀的 這個就是主力成本區 第二個就是這個線 這個藍色的這條線 我們俗稱叫做主力線 其實就是主力發動的位置 那他如果說把它堆疊到 這張圖上面的時候 各位那你就看得很清楚 對不對 在找盤 12月15號找盤的時候 14668這地方 他往上突破是不是拉出了一段 是不是往上噴出了一段 但是噴出一段之後到尾盤不對 到12月15號的14621這地方 就不帶對了 對不對 哪裡不對 因為他價格有壓回來 人家還在壓回找買點的時候 但是你一看到這個的時候 你頭皮發碼 不對 他怎麼壓回找買點 怎麼是跌破了他的成本 跌破了他的成本不打緊 來可以的 這地方導播再幫我們放大 因為我們盤中的畫面 稍微比較小一點 所以有塊不塊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在這一根14621 14621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不是已經跌破了 那跌破成本沒關係 你再跌破主力線一個不對 那真的就不對了 所以只要看到這個畫面 一旦確認的時候 各位你手上的多單 你管他是賺還是賠 請你至少把多單先平倉 多單平倉之後 同樣用哪一口保證金 這個地方14621空單進場 空單進場之後 各位直接拉下去了 有沒有 直接拉下去了 然後日本央行 再來給你揣一腳的時候 各位這樣下去 多五百點 有沒有 多五百點 所以在這個地方 這個價值多少 我把實際上的情況 把它算出來 讓各位自己去做一個評估 這一筆多單 到這個地方 如果說你沒有去把它平倉的話 本來是賺82點對不對 買多漲上去82點 就是賺82點嘛 但是你看到14621 你也許沒有看到 也許你不知道 你的多單繼續報 各位拉下去就五百點嘛 對不對就五百點了嘛 五百點的話各位這樣子多少 本來是賺82點變成賠多少 賠418點 可是同樣的一口保證金 在這個地方 賺82點 可是你知道 這地方人家已經跌破 阻力的成本區了嘛 跌破阻力攻擊點了嘛 你又那麼樂觀 請你至少把多單平掉嘛 多單平掉 你是不是一口保證金又回來 一口保證金回來的時候 你要做的話就順勢的 跟著這個訊號 往下去做一個放空嘛 那放空下去的時候 本來82點 放空下去又跌了五百點 變成又加了五百點的時候 各位阿一來一回是不是差了多少 多一千點 多一千點 這到多少 二十萬了 對不對 所以像這種東西 本來在股票上 它是一個風險 我們必須承認股票 畢竟還是買多 比較容易賺錢 但是你股票不可能每天在漲啊 尤其國際股市 你還沒把你CPI 你還沒把你升息 連日本央行三五十多 也把你甩賊成就感 甩賊成存在感 一落下去六百點 那天一下下去就三百點 你說股票不就當就失敗 對不對 所以同樣在股票市場上 我們在追尋 我們的一些機會 一些賺錢的機會 可是你必須要先把這些 國際股市的干擾 先把它排除掉 或是說甚至把這些 本來是干擾的東西 把它轉換成 我們喜歡的利潤的一個部分 那是不是用到 這個MIS的一個主力動能 這個是我們在實戰上 我們現在正在使用的一個工具 那非常感謝運動財經台 給雅浩早上的九點 在這地方跟各位來做這些 分享報告 各位我講的這些東西都是實戰 我不是在跟各位講那些 紫善談兵換土說故事 大家還要賣百錢 每個人來到這市場上 大家都是希望能賺錢 只是說大家可能 絕大多數的人還不得其門而入 還不得其門而入 所以其實我也幫各位 我們在實戰上 我們領悟到的一些 可能覺得蠻重要的東西 賺錢不外乎天柱人柱 最重要的是自助 天柱是什麼 有行情 你起貨賺的是破洞 有破洞就有行情 那方法是什麼 剛才跟你講了 MIS的主力動能 那最重要的 你知道有行情 也有方法的時候 各位你只差什麼 只差什麼 是不是差一個自助 自助這個真的辦不了理 我沒有辦法幫你打電話 所以有行動有自助 如果你想要對MIS進一步了解的話 等一下中場休息的時候 播的電話跟服務人進一步的諮詢 等一下回來我們再跟各位報告 台子齊你看 現在起床了 一百二十五點了 接下來怎麼做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響操作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匯局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投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響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匯局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投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來各位 我們這個是盤中Live的節目 我們看到現在的時間是19分 9點19分 我們的節目是從9點直播的 到目前是上漲了132點 來到了14375 請問各位 接下來怎麼做 我們講的是實戰 我們講的不是紙善談兵 你看已經漲了134點了 接下來怎麼做 可不可以去追墮 各位 這是不是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包括你現在有在看電視的 你現在先中最大的疑問 對 早知道漲就去買多單 漲在市場上悲觀到一個不省台人 都在說要講床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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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 各位其實我們把很複雜的東西我們回到最簡單 它為什麼會漲上去 為什麼會漲上去 各位其實我們實際上去統計 如果說股價突破了成本區 突破了攻擊點 這種在實戰上它就很容易漲 林公老師 它真的有突破成本價 突破這個攻擊點的嗎 各位其實我為了今天的節目 我特別在昨天 昨天 1.45 我們台子期日盤是1.45 在1.45收完盤之後 我特別把MS 這個60分K 我特別把這個圖把它印下來 我把它印下來 那倒不虧的話 我們把這個地方做一個放大 各位這是不是在昨天 在昨天 我給各位看一下時間 12.45 最後跟K棒這個就是1.45 到收盤它剛好在這個臨界點在多少 14.28 在14.28 各位保持在這個畫面 保持在這個畫面 這是不是在昨天的日盤 各位 昨天的夜盤 各位看一看 昨天的夜盤在這裡 昨天的夜盤 可以的話 這個地方一樣放大 在下午的4點鐘 12月26號的下午 因為這個有日盤跟夜盤 它是連續的 在下午的4點鐘 它出現了 往上突破的一個訊號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一個大大的三角形 有沒有看到大大的三角形 網上突破的訊號 那在多少 14.248 14.248 有沒有 它確認了 確認突破14.248 有沒有 14.248突破的時候 各位 突破 它為什麼會突破 因為突破了主力的成本區 突破了主力的攻擊點 14.248 現在多少 14.248 現在多少 我也不算要算了 真的我不太會算這個數字 因為對我來講 這只是一個數字的波動 248到374 這樣多少 這到多少 你有沒有打電話進來問看看 MIS用一年要多少 差不多回本了 今天差不多回本了 所以其實我真的非常感謝 運通財經台 能夠給阿豪這個機會 他特別還幫我喬 早上9點 因為9點 我們機會是開閥 我們這個股票是開閥 其實是想 想緊張的時候 那在這個時間 我就不會跟各位去講 哇 怎麼在幾年前 在一個月之前 我們多風光 我們講的就是 我們實際上 在面這種行情的時候 我們實在 我們怎麼會跟別人打拚 我們怎麼會跟別人打拚 來 各位再看一遍 來 各位再看一遍 我相信每個人 你套鎖 你會看 這個財經台 你一定不是你看到水面 對不對 你一定是想賺錢 有看到沒有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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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是不是下午4點 是不是下午4點 4點它突破了什麼 突破了主力的成本區 不規則藍色的那一塊 突破了主力的攻擊點 在多少 14248 14248 14248 這個地方 你在怎麼悲觀 請問你 你手上還能夠有空單嗎 你手上還能夠有空單嗎 你的空單應該是 在這裡就平掉了 對不對 有看到沒有 在這裡就該平掉了 那到14248的時候 請問你 你是買多還是放空 你是買多還是放空 各位看法沒有對錯 但是你進場就一定有輸贏 從248到現在372 從248到372 那一口袋多少 對不對 如果你是買多 前提是你是買多 對不對 你是買多要一口袋多少 各位你自己去算 那我相信我們節目 已經不是第一天播出了 那你在這一段時間 你有打一通電話進來 你有打一通電話進來 你問一下說 MS我用一年的話 我要多少 各位回本了沒 回本了沒 所以各位 所以我為什麼真的 我懷著感恩的心 因為我不是第一天在這市場上 服務會員朋友 我今年光是在顧德集團 光是在顧德集團 我沒有跳來跳去 我光是在顧德集團 今年已經第10年了 已經第10年了 所以在這10年當中 我們也不斷的 沒有一天我們沒有去想說 我們到底怎麼樣幫會員 我在這市場上 能夠找到一個更好的 賺錢的機會 我發現 真的要賺錢 真的就只有這三個步驟 這三個步驟 要有行情 你沒有行情你各看 那巧富藍尾五米之吹 有行情的時候 各位 不見得每個人會賺到錢 還要有方法 我是不是跟你講 方法 MS 主力動能 有行情有方法 各位你現在為什麼 還沒有賺到錢 因為你只差一個行動 對不對 天柱 人柱 自柱 如果說你想要對MS 有想要再進一步了解的 等一下節目之後 請你播一通電話進來 播一通電話進來 服務人會跟你做進一步的說明 看到行情 這個是天柱 看到方法 這個是人柱 最重要的是自柱 感謝各位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